哈嘍 哈嘍 晚安 嗯? 哈嘍 大家晚安 謝謝奧華的應用口罩 哈嘍 大家剛看完Tim K的公演嗎? 我還開著呢 我剛剛就坐在這邊看公演 哈嘍 鋼鐵韓粉你好 大家晚安 還沒看嗎?我現在在看重播 因為我剛剛前面那個 前幾首沒看到 我剛剛前幾首忙著化妝 然後就沒有看到 我現在在看 現在在看重播 然後我剛剛架腳架還夾到手 超痛的 好 必須脫皮韓 而且今天的reset公演 是之後 TP也會有reset公演嘛 所以就很重要 我每一首都要看到 還好吧 沒事沒事 感覺可以大聲一點 我很喜歡前幾首欸 我剛剛聽了好喜歡前面幾首歌 跟大家說一下 我今天沒有帶放大片 也沒有帶眼鏡 看起來眼睛可能比較小 但是很平常的我 呵呵 這個公演我都不會 可謂的是第一次看Tim K公演 大家請期待我們以後的公演 後面看到第一首歌 前座 前座 帶大家一起看重播 欸我超喜歡第一首歌的欸 第一首歌叫什麼啊 我剛剛去查了一下歌曲的名稱 謝謝阿華送我love 嗯 reset是很流暢 聽說在日本 那個reset公演是滿 熱門的一個公演嗎 真的很開心欸 以後要 就是跳這些歌 好期待 謝謝超歌送的愛你喔 他喜歡蒼野唯唇美前輩 他就是表演很有魅力欸 謝謝柏惟的看好你喔 大家週五快樂 reset帶來第二首 第二首也好聽 我剛剛聽前幾首都很喜歡 謝謝阿倫的心動巧克力 有我剛剛去Google了一下這些歌的名稱 我很喜歡reset 還有那個 UNI第一首 制服抵抗嗎 謝謝 帆送我們 乖 大家要先學習 reset公演怎麼喊扣 以後都可以幫我們喊扣了 對 欸我今天是不是跟平常很不一樣 我沒有帶放大片欸 很舒服 好看嗎 謝謝 謝謝鋼鐵韓粉送我一用口罩 第三首也好聽 欸我蠻喜歡reset公演的歌欸 好開心喔 都是很好聽的歌 耶 好看 你們剛剛有看嗎 我剛剛一邊化妝一邊看 等一下再跟大家聊聊看完公演的心得 跟現場看公演的心得 還有 本人在舞台上公演表演的心得 跟大家分享一下 謝謝露露 哈囉露露你好 希望你是UNI是逆轉王子 先聊餅乾淨 我覺得公演是個很 算是我覺得偶像 就是很特別的東西嗎 AKV4J他們一個很 特別的文化 然後也 不可或缺的東西我覺得 就是怎麼說 很有魅力嗎 雖然他們 從以前一直到現在就是 可能每天每個晚上都這樣 重複的公演 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 但是我覺得 就是 不管看幾次都很有吸引力 我覺得歌曲的編排也很重要吧 就是他剛好歌曲的編排也很順暢 就是會 讓人目不轉睛的想一直看 謝謝金佑送我麥克風 看到 RESET公演 收到這個呢 大家有看到剛剛IG發的限時動態嗎 就是 在4月13、14日 所以我們 UNI會個別 舉行mini console 看過mini console 看公演都覺得好短 可是不是差不多長度嗎 還是我們的mini console比較長 大家4月13日會來 看UNI Build Forward的mini console嗎 是 第一次在那個平日mini console 其實我覺得好特別的心情 就是大家下班然後我們下課這樣 就是 越來跟XFIRTAM越來越像了 也是在平日的 就是心情算很特別 大家下班後很累可以來看我們得到力量 我覺得我們是周一小天使 要給大家力量 周一不是通常都很憂鬱嗎 一定要來啊 周一下班就是要來看我們表演 就會得到力量 然後我們下課去表演也會得到力量 我之前就很期待可以平日演出 因為就是 像他們一樣下課後去 然後大家下班後去 不就要很充實嗎 要跳課去囉 歇時附我的口罩 記得要看我們mini console 這次也是非常的令人期待呢 每次都有不同的驚喜 夜空你好 好 我們今天就放公演當作今天直播的配樂好了 第二首叫洗衣機是嗎 很喜歡欸 我一邊學怎麼跳 之後reset公演 剛好差不多兩小時 我會在台南為平函打扣 我 翹調補習看表演 鋼鐵韓粉等你喔 謝謝鋼鐵韓粉的移用口罩 握手會能見到你很滿足 對那個mini concert在剛好在握手會的後天 握手會12-13 握手會11-12 然後我們的mini concert在4月13號 臉書見我們欸 還不來嗎 快點來嘛 給你們喔 臉書接走 謝謝富瑋的口罩 我今天妝很淡欸眼睛 沒有放大片沒有打睫毛 我最近漸漸的在就是 接受我的素顏 妝越來越淡 Tessa富瑋送我口罩 而且我昨天剪了瀏海 剪的還可以吧 沒有参差不齊 好像還行 第一次連續這麼多天活動 還是很可愛 謝謝 謝謝你 謝謝北極星 謝謝阿豪的掌聲鼓勵 謝謝 我已經學了一下怎麼跳 我看了他們公演學了一下 這次是一首臨時霧的瀏海 超讚讚 每次看完他們公演感覺好像又得到力量了 就覺得 嗯 我要繼續當偶像 我每次看偶像的表演都是這樣想 大家也有這種感覺嗎 每次看完我們的演出都覺得 啊我要繼續當粉絲 希望我們也有給你們這種感覺 有沒有覺得拿手是影響 我覺得這底康制服超帥 等一下跟你們分享 欸 就是之前在上海的Edge of Fest Edge of Fest 就是UNICH裡面有一首也是這個 然後是好像我這個是鋼鐵 每季綽號應該是鋼鐵奶奶前輩 然後JKD4T的Fanny跟 VNK4T的MOBI跳 超帥 看他們跳得超帥 所以我就好想跳這首歌超級帥的 要繼續翻牌 欸我最近很喜歡很帥的歌 就是不只要長的可愛的人跳帥的歌很猛嗎 可以多買幾包 我四五月刪血 刪血沒錯 四月刪血也 欸三月刪血也出來咯 是穿著花花的 大家猜我穿什麼顏色的洋裝 就是那個反差啊 我明天應該會發照片跟大家分享 跟大家安慮一下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是什麼顏色呢 confession is this one嗎 欸我超想挑戰帥氣瘋的歌欸 好棒棒喔 品涵跳River有帥到你 下次Mini Kassa見囉 再被品涵帥一波 謝謝Alpha的看好你喔 品涵有張小帥臉嗎 其實但是我覺得帥的歌 就是我比較難揣摩 是表情嗎 因為平常比較多是可愛的歌 就是笑笑甜美就好 但是帥的歌 我有點不知道表情該怎麼做 就是怕不笑很像臭臉 但是又不能笑嗎 就是要有種嚴肅的感覺 我覺得很難揣摩啊 還在揣摩當中 就是帥的歌的表情 上次得法襯衫還很帥 歡迎歡迎歡迎 謝謝大家 我們之後要跳這個欸 RESET公演 好期待又興奮喔 我覺得RESET公演的歌很順 應該是因為每個公演排下來的歌都蠻順的吧 就是會想一首接一首看 我今天中午吃麥當勞 我絕對不是喝可樂 我喝紅茶 中午吃麥當勞是不是很罪惡啊 但還好不是晚上吃 我們家今天停電 晚上我們家今天停電我早上就用冷水洗臉 你們知道用冷水洗臉多冷嗎 然後臉都快凍僵了 因為我不知道今天會停電 然後我一早起床聽到 外面在施工 媽媽說要停電 從早上停到下午 然後我想說天啊我要用冷水洗臉 如果我知道我就早點起來洗臉了 用冷水洗臉 超級冷 我平常是用溫水 不會用冷水 冬天的話 我覺得我今天頭髮好順 還好不是用冷水 還好不是用冷水 對還好他很準時 就是電有來 我晚上才有辦法坐在這邊直播 對家裡是電熱手器 什麼都要用電 好可愛喔 好喜歡 而且我在這個公園裡面還有印象很深刻的是那個 一個十六旗聲嗎 它叫做 雅思 大 卡納 我不知道那個字怎麼唸 一個口在一個石 安田那個字怎麼唸 卡納 十六旗聲 很超級印象深刻的 因為他本人很好 還記得之前 吃那個 總選的時候 然後 就是 他 我們在排午餐 他剛好十六旗聲都站在我們前面 然後他在最後一個排是什麼 就跟我們聊天 然後 人很好 楊姐 烏猴是嗎 這一首 星星歌 烏猴 星星 大家喜歡這首嗎 我覺得瑞瑟公園的歌都蠻好聽的 對 Yasutakana 他人 超好 就對他印象很深刻 想看平衡有 星星 夜嗎 青青烏猴肯定的 星星 中文是打野 安田野 喔 夜是吧 我超印象深刻 他人很好 我是猴子吧 星星太小 對啊我是猴子吧 足夠大隻 蠻好聽的 5號 三明立你好 大劍你好 怎麼跟不上話題 沒認識本家 沒關係啊 跟我一起認識 我們來慢慢介紹給你聽 這個是剛剛在直播的 Tim K公演 他起草主會誰出來當星星 我想一下我們族裡 誰適合當星星 這樣會不會很失禮啊 我想一下誰的形象 感覺汪汪可以耶 他平常很像猴子 很可愛 腳扣板 這樣我們可以一起捨 汪汪很適合吧 汪汪很 很那個啊 就是放得開 謝謝阿華的掌聲鼓勵 謝謝阿華的掌聲鼓勵 汪汪很可以耶 汪汪我覺得平常講話就很像 就是很外放很活潑的感覺 晚安Berry 感覺到你在開槍沒有在開槍啊 覺得很可愛啊 汪汪很活潑 話題速度也很快 不能夠汪活潑放開點會失控 他已經放夠開了 我覺得這首歌也不好跳耶 好難喔 中間那一段 謝謝Boring的告白祈求 謝謝Boring 星星太有趣了 太有趣了 所以他們這首歌都是 他有一個人出來演星星嗎 這首歌好狂放喔 有點跟Yuma之前一樣 就是 拋開自我的感覺 有一個人出來演星星嗎 這首歌都會有個人出來演星星嗎 星星 哈囉 地風亮 這首歌好狂放喔 就是 拋開自我的享受歌曲跳舞的感覺 感覺很累耶這首 一直跳來跳去 他頭髮好亂 憑他不要吐吐 吐吐吐吐吐 吐吐吐 前面 前面 前面三首 然後 自我介紹 然後 YUNI 他們YUNI是四首的 YUNI三首 現在 然後再來四首 然後 再來 MC一下 然後再 UNCLE這樣 那我覺得公演 真的要現場看很不一樣耶 對 因為我之前 剛剛看後代MC的遊戲 對我也在看 我剛剛也看到他們就是公演後半的MC有遊戲 覺得 好像蠻有趣的 而且可以分組競賽 感覺就是可以 UNI 就是 UNI Sakura UNI Daisyka UNI 都玩遊戲 然後看哪一組計分最高 覺得蠻有趣的耶 玩遊戲蠻好的 可以討論一下 之後 我們的MC要怎麼進行 高級變大量爭奪戰 謝謝阿米送我MGY 玩匕首畫腳感覺很有趣 謝謝博文送我LOVE 現在看reset 順便當下半年的日期 沒錯 這是張日席 現在只要有reset公演就看 但我現在有公演就看 昨天不是TINGB公演嗎 因為他們現在都直接在網路上Live了 但我覺得現場看跟網路還是不太一樣 雖然網路上看也很有賣力 但是現場看更震撼 因為我看過 兩次現場公演 應該是兩次吧 應該是兩次吧 昨天是TING4的有差點 昨天不是TINGB嗎 現場真的不一樣 你們看過現場公演嗎 我覺得之後如果他們有開放現場公演的話 可以去看 現場氣氛更燃 我說明天看錯了 也可以看我們現場的迷你Console 也是很燃的 那我記得我看過兩場吧 我好像都是看16期的 有一次是見 兩次都是見學好像 我兩場好像都是看16期的 沒有看過本 我覺得本家現場公演很厲害 而且他們舞台會升降 然後燈光也很厲害 所以就整個現場的氣氛 而且很近距離 都沒出過日本想看公演 之後他們開放有機會大家可以去 但他們那個好像不好抽對不對 對 我覺得就是他歌曲的編排讓人會很 一直沈浸在那個氣氛裡面嗎 就他的編排我覺得也很好 應該有精心設計吧 歌曲編排 就是那個氣氛不會突然跳出來這樣 就會很享受那個公演 先以TP為主 本家好難抽 我覺得很開心我可以就是 當做見心去參加他們的公演 真的太難抽了 如果是自己去買票可能都抽不到 好開心可以看到他們公演 謝謝阿華的心動巧克力 謝謝Rock的Love 曲順編排很重要對吧 我也覺得 我記得我們之前去見學的時候 就是站在那個邊邊的地方 所以就是不是觀眾型 就是在邊邊 然後他們旁邊不是還會有走出來的地方嗎 就是他們AKBProtect劇場旁邊 是有一個走出來的地方 然後他們都會走到那個地方 跟我們打招呼 超近的 就會哇 被真的就是偶像都站在我面前的感覺 謝謝Boring的高知境野公園櫻花祭典 嗯 小金燈 就是覺得他們站在那個舞台上就是 每個人不管站打都閃閃發亮的感覺 我不知道怎麼說欸 就是現場的公園很震撼 就是會很吸引人目光每個人 偶像看偶像的光感 我不知道是舞台燈光效果的關係 還是 現場整個氣氛的虛實下 就會覺得 哇 每個站在台上的都閃閃發光 就像我們看你一樣 我覺得我們要跟他們學習的地方就是 在自我介紹的時候就是 他們全部都會很high的一起 幫那個人講嘛 就是他們在MC的時候自己會很high 我覺得這是我們要更學習的地方 就是我們現在有時候MC或是自介的時候 還不夠自high的感覺 我覺得我們可以再high一點 明明半場都沒吃過 燈光特效的問題 這也是一門學問 好喜歡公園的氣氛 愛好就是每天就是下課 每個禮拜就是這樣子在公園 真的進步的好快 好想ait 謝謝鋒尾散吧 算我Kiss竹竹 The foundations Duypper 寫一下鋒尾的玫瑰 抹一些鋒尾的玫瑰 謝謝鋒尾的玫瑰 謝謝鋒尾 好久沒看到自己沒在放大片 好遠視的我 diversity連唱三響班 好久沒看到自己沒在放大片 有 期待給你見面 天睡好幾天都夢到TTP成人 是不是今天會超多人直播呀 今天沒有吃 對 我沒有拿上來 我沒有拿零食上來 因為剛吃飽好飽 只有喝飲料而已 大家有去買四重菜吃了嗎 有沒有買到啊 不覺得蠻好吃的嗎 吃完兩種口味覺得香辣比較好吃 我特別喜歡香辣 這兩種都蠻好吃的 然後我特別喜歡香辣 家裡不是有五香 這也沒那麼多啦 我個人蠻推香辣 你們覺得呢 很香 很香 就是一打開就會有不滿餅乾的味道 我覺得它的辣真的辣得剛剛好 就是不會太辣也不會不辣 我是不是在說廢話啊 不會太辣也不會不辣 香辣真的有種 都好吃 都好吃 還要可以去買一買 都不錯 最近零食都要吃卡迪娜了 吃完嘴唇不會變性感嗎 不會 原本就很性感了 是 借如辣跟不辣 直接 沒錯 謝謝 謝謝QK男子的來受印尾爆 今天好像蠻可愛的 是不是看完公演 覺得自己有偶像的感覺 就覺得好像蠻可愛的 難得穿黑色 難得穿黑色 欸我最近覺得我穿黑色很好看 真的很喜歡黑色這一陣子 覺得可以顯白 昨天7買抽到49 這是你的禮物 但是看著品行代言 破例吃 餅乾吃起來 而且我今天頭髮好有光澤 不知道很順嗎 好美喔 我在看他們的頭髮 這次公園終於是 這個紙都解開了 我願意頑固 兩包都吃完喜歡辣味 可是前天你說白色很適合 黑白就是百搭嘛 都好看 但我最近很喜歡黑色 有沒有帥帥的感覺 我今天頭髮真的好順喔 好開心喔沒有毛毛躁躁 比較喜歡評委 剛剛聊到什麼公演 喔對說到現場看公演 就是真的氣氛很厲害耶 就是覺得他們 很有魅力嗎 我覺得我們現在缺少一種魅力 他們是自帶發光體 我也想要自帶發光體 就是 在台上就是很有魅力 喔不知道怎麼講啊 就是唱有文成美前輩 你們有看過他的表演嗎 就是他會很 是不是我們還不夠融入歌曲啊 他就是在超級融入歌曲的那個 表情跟那個狀態 還有那個情感 就覺得 哇 好難形容喔 我覺得你們在台上超有魅力啊 我覺得你們在台上超有魅力啊 我也想自帶發光體 可是你的按鈕不見 不是說我的按鈕 太突然按鈕不見了 他也不發光了 為什麼 不知道耶 我那天在拍那個臨時的照片 然後 我那天在拍四重色的美照 然後我就發現 我回家後就發現他不見了 我就發現他的按鈕不見了 怎麼掉的啊 對啊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就不見了 而且我回家是發現 就是他後面不是裝電池的地方嗎 然後就 發現後面裝電池 我回家的時候拿出來看 然後就是發現他後面裝電池那一塊掉下來 然後前面的不見了 然後就把後面的再裝回去 他就整個解體的感覺 他就整個解體的感覺 太空人想不開自己 怎麼辦呢 就這樣吧 只有品牌的不會發光 謝謝小蘭的櫃子沒關 謝謝尤柏城的LOVE 買新的我不買了 好怪喔 只有我的不會發光 最特別 是我喜歡的抵抗制服 制服抵抗 超帥這首歌 選上之後有機會 可以表演到這首 他也會成美前輩 超帥 我記得之前 上海的RAFEST的時候 看鋼鐵都在前輩跳 還有FANNY超帥 謝謝阿華的LOVE 這首算什麼風格啊 也不算性感吧 這不算性感吧這首 算帥嗎 帥 謝謝鋼鐵很粉的引用口罩 這首 這首算定義什麼風格啊 我覺得帥氣帶可愛 好想跳這首喔 這首是那個欸 就是可以尬舞的感覺 他的舞蹈很好看 一種火力全開感 一種火力全開感 我記得那種上海的RAFEST彩排 只看他們三個跳就覺得 哇 好有魅力 這衣服哭 齒風為迷幻 超喜歡 這衣服哭 太帥了吧 超有魅力超美全貝 他剪短髮後好帥喔 小鴻妹 感覺如果這三個是非常會跳舞的人來跳 會很精彩 這首要有風塵文 我就是跳舞的力氣要剛剛好 就是那時候 看他們彩排那個 鋼鐵鯊鯊前輩 Fanny 還有Bioca的 摩巴 他們都是 就是跳舞的力氣剛剛好 該快的時候快 該慢的時候慢 該用力該弱的時候 不是有那個強重輕弱嗎 不是從頭到尾都大力 所以我覺得跳舞很重要 是要有輕重 就是不能從頭到尾小力 或從頭到尾大力 我現在發現了這件事 就是 要有用力的時候 也要有弱的時候 看起來才會有起 這件事 這件事 這件事很小的歌聲也太好聽 這衣服哭 好喜歡喔 這首不是應該是屁孩掌嗎 壞壞的感覺 抵抗制服 謝謝阿華的真情告白 我終於發現這件事了 跳舞要有 用力的時候 也要有輕的時候 阿華難過 為何 阿華難過 為何 什麼 怎麼了 怎麼了 怎麼了怎麼了 等一下他剛剛 等一下我沒有看到 我在看你們留言 沒有看到那個蹲下去的動作 剛剛常常取燒了 剛剛常常取燒了 哭哭 剛剛常常取燒了 蛤 怎麼會這樣呢 又延後了是嗎 那只好明明看我手間沒有了 我手會見 謝謝甲骨文的kiss 阿華平函當兵前之後 一次是上妝了 哭哭 阿華可以逃兵了 沒有啦我亂講 不可以 放假的時候可以出來 好想跳這首喔 會給我跳這首嗎 我的形象 拜託 還要去工作玩玩那邊 繞一下了 覺得抵抗制服好帥喔 好想跳喔 直到reset公演前 一直去那邊走 哇姊姊我覺得抵抗制服好好聽喔 直到reset公演前 一直去走 一直去那邊講話 很爐 最少感覺零結跳也會好看 蛤 想跳喔 想看逆轉王子嗎 我先採摩一下感覺 我先採摩一下感覺 先採摩一下感覺 好喜歡喔 先採摩一下 先採摩一下 好看他超帥的我 已經過了嗎 還是沒有阿 好看他 帥到爆 太好看了吧 啊 大人怪就是戒備太帥了吧 看那個蹲下 太美了吧 我也要練習一下 性感的蹲下 你時間多少來著 三十七分五十五秒 等一下半年還有四個月 三十七分五十幾秒 那個蹲下也太性感了 我要練習一下 我也想要試試看這種 就是可愛臉跳這個會 曬死大家吧 歐巴灌輪 我之前那時候在AdaFest看就是覺得太帥了 只是一直不知道這首歌叫什麼 你好烏嘎 第二首也好聽 這首叫什麼 短髮跳這個要被抬出去吧 這首也好聽 這首也可以啦 那我去姊姊那邊走路一下 RESET公演的UNI曲前的首 好喜歡喔 好好聽 好想要跳 謝謝烏嘎 謝謝烏嘎說我看好你喔 謝謝烏嘎說我看好你喔 好喜歡RESET公演的歌 太好聽了 小蘭你好 好 奇蹟帽子我也帥 謝謝鋼琴阿粉 英文口罩 Kiseki wa mani wa nai 有茂木 茂木人前輩 好有魅力 聽聲音就知道是小甜 沒錯 支持品函超頻 全上 全上嗎 每一首都要跳這樣 我覺得每一首都想試試看耶 今天公布平日咪咪con可以去 太好了UGA 3月14 4月14 4月13 4月13要來跟我們見面喔 週一讓我來祭日你的心 時間錯亂醉 看公演太專心了啦 太帥了 謝謝金佑的真情告白 求平衡不要讓我上山 希望你可以坐在第一排第一個 好不好 我決定我要幫UGA唸個咒 希望UGA可以抽到前排的位置 迷你迷你Q 嘰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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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UGA祭嘰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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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這樣還不行前排一定是往太飛 看完高遠哲 大家一定要來親眼看看我們的mini console 會有跟螢幕上不同的魅力哦 如果你從直播上 或是節目上體會不到偶像的魅力呢 跟你們說 現場的表演是最厲害的 尤其是mini console連是一場下來 我覺得可以看到每個人的個性跟每個人的魅力嗎 所以大家如果能有感受到我們的魅力的話 一定要來看看現場的mini console 太多做志工加成一下 品寒喜現場表演超棒眼球會不會吸收 就是最 應該說我最擅長最喜歡的表演是 在台上跳舞嗎 這個部分就可以 就是我最有魅力的地方吧 我覺得哦 逆掌盲子來了 有沒有想到我跳這首是不是 跳跳舞形象中我出場票 便宜有鋼鐵韓粉 倒著我的形象也不算超可愛那種 我覺得我其實有點算可愛 調皮帥帥之間耶 就是不是像個什麼 可能瑞琴啊 布丁家喻 就是哇小天使完全可愛的那種 我這首是有點走調皮 調皮搗蛋帥帥可愛的那種 你們要懂嗎 調皮 我才本來是品寒最有魅力 不有自信要自發 吃晚餐嗎 要吃了 下週五剛好售價 可以安心搶票 他好了吳嘎 逆轉王子感覺很適合品牌 歐吉桑莫 這首也可愛啦 我覺得RESET跟你的歌都蠻好聽啊 跳拿手都好 都喜歡 只是最近很想挑戰 比較難一點的歌曲嗎 就是舞蹈比較難一點 所以很想跳 逆轉 很想跳 制服抵抗 根本病毒解這個錯 呵呵 歐吉什麼 先捨一下怎麼跳 好可愛唷 你跟我以前的英文名字差一個字耶 我以前叫Joyce J-O-Y-C-E RESET的開頭就很難啦 下下阿華的心動巧克力 我覺得我們下半年會很猖實耶 有RESET的公演 要學習新的歌曲 讓我一直想到網球 網球是什麼 嗨Joyce 我現在信商的英文名字還是Joyce 我還不知道為什麼剛說會取這個名字 好像是網路上看得到就取 也是網路上看得到 網球網子 Joyce How's your day it's fine 我還記得你以前叫Sakura 這我以前幼稚人的日文名字叫Sakura 是嗎?是我嗎?還是老師啊? 不是我吧 謝謝浩義送我小聲鼓勵 到底是誰?我忘記了 好像是老師叫Sakura吧 忘記我又覺得日文名字叫什麼 謝謝TONY分享了直播講 謝謝TONY的掌聲鼓勵 是我嗎?忘記了 謝謝TONY的掌聲鼓勵 他們的服裝好多喔 好厲害喔 我剛剛還去Google了 Tin K Reset公演 他們好像總共演了140多場耶 好厲害喔每天每個禮拜這樣子 就這樣公演了十幾年耶 謝謝TONY的掌聲鼓勵 這麼一用口罩 怎麼馬上改名 140多超多 不覺得很厲害嗎? 我開始期待以後平日的表演了 真是好充實喔 而且有種下班後你們來找我們 獲得力量 然後我們下課後也藉由你們來表演 然後獲得力量 然後又帶著滿滿的能量回家 隔天又有力氣繼續去工作上班上學 不覺得很棒嗎? 就蠻享受兩個身份的感覺 就是有種兩個身份的感覺 一秒聊們 超迷戀你 謝謝高橋柴 超迷戀你喔 一秒累要粉絲 我覺得很享受這個兩個身份耶 就是平常 要買高鐵的地方 就是平常 學生然後穿上制服後 晚上表演 就是變成偶像另一個身份 然後結束後脫下制服 回家又會變回學生的身份 然後你們也是上班族 然後下班來看 就變成粉絲 然後結束後又隔天變成上班族 不覺得很有趣嗎? 就是 這兩個身份 在生活著 很兇實耶 可以說偶像算是一個信仰嗎? 我覺得可以說是耶 就是 你可以藉由某個東西得到力量 然後 然後 怎麼說 也算是一種信仰啦 所以我簡直是 承認啦 宣布獲得日量 在各自領域 繼續努力 看起來是上班族 影場 身份是粉絲 身為粉絲也身為偶像 覺得 這兩個身份都很奇妙 我在看他們公演的時候 就是個小粉絲 我覺得能夠體會到這兩個身份的心情 也會蠻特別的 很 很難忘的回憶耶 公視包都是音樂上 好好工作 好聽 下一首我也喜歡 那個什麼沙發的 新端沙 新端的沙發嗎? 這首我也喜歡 現在都不隱藏 狂喜別人了 那天毛寶直接放各種 應援大具 大家那天上班要特別加油喔 因為下班後可以看我們的 mini console 你們可以叫那個 同事一起來啊 順便推開一下 下班一起同事來看 對吧 這樣他們15 欸是15 禮拜五買票嗎 賣票 可以跟同事說 下班要不要一起去看 mini console 一起拉入可以 你們就可以結伴同行 一起下班 同進退 這樣隔天上班也不會太累 就是隔天上班要累 大家一起累這樣 一起享受一起累 上班放空 下班才要準備 下班 我覺得很棒欸 找同事一起來 同事都是女性嗎 麻吉嗎 麻吉也可以啊 就是看女兒的感覺啊 同事要幫忙再辦 我都幫你們想好了 可以找同事一起來 如果要去看 那天就要請假囉 在公司還沒自保 楊熊你都要收我蛋餅渣了 還有什麼好不能講的 蛋餅渣已經最遲了啦 楊熊 可以公開了 找同事一起吃 可以啊 無感 有成功推坑同學 只是他喜歡施養 他可以喜歡品寒啊 可以來看 尤其是 YUNI BUILT FIVE的公演 等不是光 密尼康舟 就會愛上品寒了 人家照顧小孩齁 小孩不能 暫時再學校一下嗎 先選自我的歌者 新之館 你要收四包四重吹 給你收洋熊 先選自我的歌者 新之館 2個小時被放在學校 小孩會哭 不會啦 就當作開家長會啊 或是小孩先回家 叫爸爸照顧之類 那天6點才下課 有夠殘念 趕過去都開眼了 還是你請兩節課 然後趕過來看 請個兩節課呢 如果7點半開眼的話 我們可能也要 我可能也要請個兩 一節 兩節 因為還要準備嘛 妝髮什麼的 謝謝阿華的掌聲鼓勵 爸爸表示我老婆呢 正在掉 正在掉我舌地 只讓他去B子公演 金友快點叫他來我們的公演 我們的迷迷卡索 他等等喜歡上平函 我會搶不過他 不會啦 烏嘎 烏嘎不會得 大家在我心中永遠有一席之地 我愛咪 你好 這邊是沒關係 還沒遲到公司 楊熊趕快推坑你同事 我覺得他的同事都會是喜歡我們的那種 我每次在工作上就看到一些 跟你們很像的人 就是一些粉絲的感覺 就是看起來很像粉絲 但是可能不認識我們 會覺得不行他應該要喜歡我啊 我就會很想要 很想要表演給他看 讓他喜歡上我 我都會覺得不是他應該要喜歡我 哦 太了好吧 那我要推起來 就是看起來很像粉絲的人啊 謝謝欣寧的眉關 謝謝欣寧的掌聲鼓勵 看起來很像粉絲的人 我就會覺得他應該要喜歡我們 為什麼還不像是我們那感覺 就是我覺得他來看我們的迷迷卡索 或看我們的表演的話 一定會喜歡上的那種 就是我覺得他看完我們表演 一定會喜歡這種可愛的女生的 就很想要他來看我們演出 我應該做個傳單 就是要不要來看一下我們的演出 這樣 請具體描述什麼是像粉絲的人 就是 就是坐在公車上的男性們 我都覺得應該要喜歡我們 或是女性們 哈囉空業 就是我坐公車我都覺得 旁邊的人看起來很像會喜歡我們的人哦 然後這樣 包包掛個牌子就會有人收拾 我知道有一次還在 就是路上看到可能是木曜粉吧 木曜的粉絲 就是他一個男生 他的包包上掛了那個阿貝桑的那個調式嗎 就是好像阿貝桑之前生日會的那種調式 然後天啊是阿貝桑的粉絲 但是他經過我旁邊不認識我這樣 我就想說 他應該要喜歡我們啊 他一定會喜歡我們的 為什麼這些人還不認識我們呢 的感覺 哈囉高橋成你好 寄空盤CD給你隨身帶著包 謝謝阿貝桑分享的滋潑點 謝謝阿貝桑分享的滋潑點 把單純當鑰匙穿掛 而且或者是有時候可能去吃東西或是吃飯啊 然後一些店員可能就會跟我們講話說什麼 蠻可愛的啊什麼什麼什麼的 就很想要跟他推銷我們TP你知道嗎 就很想叫他來看演出 他很想要推銷自己 推銷TP這樣 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嗎 有看的時候也可以來看一下我們的Meaning Console啦 IG給他看了啦 大家要幫忙推銷一波啊 可以帶IG牌子 很喜歡咬吸管 阿華軍中推銷一波 軍中最好推銷啊他們一定會喜歡的 替大家說可以喜歡品牌喔 要喜歡品牌喔每個人 被搭訕就發個空盤好了 我記得我之前去剪頭髮然後他就問我說那個 我不知道有沒有提過 就是我之前去剪頭髮的時候他就說 覺得我蠻可愛的 然後可不可以發在IG上照片 就是他拍照然後發這樣子 就是有點類似可以 幫他們宣傳這樣子 然後剪頭髮可能打折之類的 我就很想跟他推銷我們TP你知道嗎 他說我很可愛啊就很開心 很想跟他介紹那個 其實我是聽TP的啦 他就說前天拿同學的IG來追蹤 然後他就說這女生好可愛 是我嗎 雪白你好雪白晚安 五套三端寫真給你發 我假裝不認識你們 你們可以來推坑我嗎 可以啊烏嘎 真相情人品 辦公室年曆被很多人問 不過目前還沒推坑成功 快點推起來 我上一個剪頭髮造型師跟我說了好幾次 你確定 我覺得現在是因為大家還不認識我們嗎 就是我覺得 我們來看我們表演的話 其實是可以被感染的嗎 我覺得都是因為 其實我覺得看表演都是可以被吸引感染到的 我覺得是大家還不太認識我們 就是還不知道我們 所以就連來看的機會都沒有嗎 連來看表演的機會都沒有 因為根本就還不知道我們 謝謝浩毅的掌聲鼓勵 希望我們可以用演出吸引大家 那張早午餐照很好奇那個薯餅 跟他們說 謝謝阿華的真情告白 我今天發的早午餐照的薯餅很好吃 它的口感跟一般薯餅不一樣 它是有點 一絲一絲的嗎 就是它其實可以切很碎 一絲一絲的 然後吃起來跟一般薯餅 一般薯餅不是一片嗎 一坨這樣 但它是一絲一絲的喔 很好吃 沒關係粉絲越來越多人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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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好帥喔 好帥喔 之前在Youtube那邊看過很好奇 好帥喔 好帥喔 朋友直接跑來跟你說 平安今天吃很好 其實是之前吃的啦 只是現在採訪 是之前去吃的 太多人會搶不到漂抹湯 謝謝流浪到屏風送我了 我期待之後的表演 那跟一般薯餅比例呢 其實我只有跟一般薯餅吃起來差不多 只是它就是口感一絲一絲的很特別 我覺得味道沒有什麼差耶 就是口感 平安一樣 我的韓春朋友有看木耀覺得你蠻可愛 謝謝Ugo好開心喔 有沒有叫他來看表演啊 看表演會更喜歡品牌 要介紹店嗎 他是在 內湖的某一間 內湖的那個 早午餐店嗎 袋鼠那間 然後每次你發文 他都會標 喔我有看到 是那個 每次都會標你的那個 我知道是誰了 謝謝欣盈的Kiss Juju 很好吃那間 之後我好 我好像還有拍了好幾張照片 之後跟你們分享 對 莓果碗也是在那邊吃的 很推他們莓果碗跟那個早午餐 剛剛想想要取消少一個機會了 上次明明看有人說他台中入侧了 原來你有在注意看 有啊大家留言我都會看 謝謝陳佑英的楓宴 我要想吃莓果碗了 其實高中男生蠻多人知道你們的 我也很想去校園嗎 感覺校園也會很厲害 因為校園學生很多嘛 希望之後有機會可以 多多去校園 осто練 這是什麼? 電名嗎? the anti-p Jerome 拿來軍裝一下 我不知道店名欸 我沒有仔細看 反正它的標誌是一個袋鼠 是一個袋鼠 對 我不知道店名 那就是這家 但是我只知道它沒有很便宜嗎 就是早午餐你們也知道 台北早午餐就是那個價格 我覺得蠻可以點梅果碗的 但是它有時候會賣完 所以可以早點去 巴西梅果碗 就是很推薦的 然後炒菇 炒菇很好吃 我覺得兩三百吧 因為它蠻大碗的 你們可以兩三個人去 因為我那時候也是兩三個人去 它自己一個吃不完 你們可以兩三個人一起點一個就好 因為它蠻大的 我覺得可以三個人一起吃一個 就做評分下的話就好一點 因為它很大碗 你粉絲食量都蠻大 你們也可以就吃薯餅跟炒菇 我覺得這很 我自己個人很喜歡 我不知道你們喜不喜歡 我覺得它東西都蠻好吃的 而且店內很漂亮 然後服務生的態度也很親切 所以我蠻喜歡的 好看 排點排起來 有人要摘嗎 在內湖那邊有 就有點小遠 但是蠻好吃的 肉桂整人蠻好吃的 可以 可以大家一起點 這樣我以後是不是不能長處了 會遇到你們 謝謝卡姆伊的新冬巧克力 高雄沒了可以去了啦 高雄沒了 哭哭 我還在想說下禮拜有校外招數的感覺 可以到高雄 那以後不能 不能就是很淡裝去囉 怕不小心遇到你們怎麼辦 說到遇到我們 如果在路上遇到粉絲會怎麼處理 應該都是這樣吧 你好 掰掰 買機會讓平函撐到你們了 結果都不出平函 不要亂說好不好 我剛剛夾到手還在痛 腳夾夾到手 跟不出平函 才不會了 我之後再化妝去啦 我最近開始學習淡妝 上次我今天妝就還好 而且也沒補什麼妝 我前天 昨天 我昨天挑戰了不帶化妝包出門 因為昨天都是去 那個 公司這樣 然後就 不帶化妝包出門 他要講我 我昨天只帶了粉餅 剛剛就靠紅 沒有帶任何化妝筆去 原本還要去高美食第一 現在都只有我 一個人要去 好可憐 月月 謝謝阿華 長春鼓勵 應該說皮膚要顧好 其實就不用太重的妝 最近 有試著在腳睡嗎 跟 準時洗澡 因為我之前不是說 我都會 就是很累 就躺在媽媽的床上睡著嗎 然後 之前就是 晚上都沒有卸妝什麼 就不講說睡著 所以要早上 我覺得 妝一整個晚上這樣 會很傷皮膚 所以我現在都有 試著早睡 昨天有活動 早睡 早睡 不是腳睡 早睡 對 我有試著早睡 就是 試著我事情做完 就去卸妝洗澡 卸妝很重要 然後 他好好對待皮膚 能不化妝就不化妝 我現在能不化妝就不化妝 避免的話妝平不上在皮膚上 我一定能從人海中看到你的 但我最近的煩惱是覺得自己長太矮了 努力邁向三起才有機會喬日品涵 才有機會中品涵合照 好 不好意思 卸妝洗澡要三小時 沒有 我現在進步了 現在化妝變快了 夏波姐姐睡 太傷皮膚了 太矮沒要做 我最近煩惱 我長太矮了 還有我的睫毛夾不翹 我今年已經不活好資格了 我最近試著再淡妝了 就是 盡量不要這麼濃 但是表演還是會濃啦 但是平常都是 淡一點 像是現在一樣 怎麼樣看起來 有比較好嗎 皮膚 你要幾公分我可以分一些 我2003出生了 UGA居然比我小 UGA好小喔 對齁 記得UGA還在念高中 對不對 我1999 我老了 怎麼辦我比UGA還要大 不開心 我不開心 他居然是姐姐 他喜歡這首 這首叫什麼? 嗯 這首叫什麼啊 我是叔叔 你還這麼說我怎麼辦 想問 等一下你是不是以為我冰島 沒有UGA看起來比較成熟 應該說我長得比較像小孩子吧 我覺得UGA就是一般高中生的樣子啊 是我太小孩子 我都會被認成國中生 可是我比較喜歡 我比較羨慕像UGA這樣耶 就是 看起來像一般的年紀 就是看起來是正常高中生的年紀 我很想看起來像一般正常高中生 每次會一直覺得是國中生 我很不開心 我超常看起來像高中生 我超常看起來像高中生 至少好像是白色情人節還是拼圖四包 我猜是白色情人節 嗯 45歲就會改變 我覺得他們在公演舞台上看起來 不管是誰 就是 好享受表演的感覺喔 看他們表演就會很開心耶 就是看他們很享受表演 並不是為了表演 為了跳舞 跳舞 是真的很享受 這首歌好好聽喔 要學習這股享受 各位承讓了 我2004出生好小喔 天啊 怎麼辦 開始變姊姊了 我要學習這股享受 好開心喔 看他們表演 他們是真的很開心的表演 看起來 好開心喔 就會很有魅力耶 真的享受 跟有沒有享受 跟沒有在享受 表演 為了跳舞跳 其實看得出來 好好聽喔 之後會好好享受表演喔 表情跟說明一切 表情跟說明一切 在舞台上開心 台上人也開心 沒錯 謝謝讓客送我口罩 我猜這首應該是白色情人節 對 應該是白色情人節 嗯 好想 站在舞台上 report還有一半 快寫完啦 好唷 我剛才能站過 那個 劇場 AKVPORT的劇場 很開心耶 真的有站過那個舞台表演 但是我那時候我記得我很緊張 第一次是阿伯商送行會公演的時候 我記得我那時候超緊張的 如果還有機會想要再去 我很想參與他們其中的公演欸 就是成為他們公演的其中一個人 然後 在後面也沒有關係 就是想跟他們 跟前輩一起跳一場公演 如果你有機會的話 report星期日 就是 考完數學 加一 平衡不要緊張就找我 不知道之後有沒有機會 好像不錯耶 就是 每個海外團都有一位 或兩位 不定期的去參與他們的公演其中 不覺得蠻有趣的嗎 世界感 謝謝阿順說我看好你喔 謝謝浩義的心動巧克力 好像很不錯耶 所以我自己在想 也不知道人家們不願意嗎 謝謝阿寶的掌聲鼓勵 一致団結 AKB48 YES YES 希望之後也可以開心 讓大家感受到開心 應該說我自己看過你的時候 得到是這樣感覺 所以也希望自己在表演配給別人這種感覺嗎 美洲粉絲吧 謝謝薩薩送我們美觀 大家看我們表演有沒有開心啊 就跟我看他們 以那種開心一樣 有嗎 有覺得閃閃發亮嗎 晚安 今天肥嘟嘟的樂盾雜工 超開心每次都被療癒到 有啊很開心指數 口罩看不出來 感謝興奮到會發抖 這麼開心啊 謝謝浪克的楓葉 就是一個眼睛跟著你的光彈然後發光 謝謝變傳新鮮玲瓏的螢光棒 看完 我覺得我 我決定我現在都要看他們每次公演直播都要看一下 學習一下那種享受舞台的感覺跟氛圍 希望下次可以更享受 都看到熱淚螢光 希望下次可以更享受 嗯哼哼 我要學習他們那種享受跟很開心 在就是用身 用了自己全身這大力量在當偶像的感覺 謝謝鋼鐵韓粉送我藍色應援寶 謝謝鋼鐵韓粉的心動巧克力 這只有幾間美費過幾天就沒了 能看幾場是幾場 謝謝鋼鐵韓粉的心之瓜 謝謝鋼鐵韓粉 之後就不能看了 沒關係那這幾天把握幾回 說到看東西 今天嗎今天是不是女師朝鮮第二季上了 我想說明天有空可以看一下 就是那種看到淡淡淡的書 很窩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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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心情 對女師朝鮮要13號讀了第二季 然後明天想來看 明天有空的時候 然後跟家人一起看才不會害怕 已有空的衣服 為了嗎 翻譯會出那麼快 Neefelix不知道耶 對是韓劇 在做僵屍宮廷劇的 一個影集 謝謝鋼鐵韓送我雙丹波切不動桌的櫻花祭典 很厲害 但是四人都在一起 對 這是朝鮮 這是朝鮮 第一題是 網路上應該 過一陣子之後應該會找的到吧 我知道 你們之前是在哪裡看的 網路上應該之前會有 神奇黑雕 看公眼可以增進日文能力 因為他沒有上字幕 增進日文能力 神奇網站看的 大家私熱時尚要來跟我們見面喔 You need your power的mini console 這次也有驚喜給大家 也有驚喜給大家 樓上感覺很旁 神奇網站 Netflix 高清 對樓 四、六、十三一直錯到三個 你還喜歡看日文我超喜歡的啊 我覺得每次 mini console都可以帶給大家不同的驚喜 我自己啦 會給大家一些驚喜 還有那個 上次mini console外面的物販的那個品寒小調室 品寒人形小調室 好像已經在官網可以買到了 如果大家沒有買到 趕快去把小品寒帶回家 掛滿你整個包包 好不好 那個官網已經可以有 已經有了可以買到 現在快去看看嘛 快把小品寒帶回家 對就是你 就是你 你 好像還有三十幾個 快去搶光 不是 每場都警醒 啊不就每場都要去 對啊 鋼鐵韓粉 每場都要來啊 每一次都會有不同的感受對不對 其實我自己覺得每一次表演 每一次 每一次表演 mini console都有不同的感受耶 謝謝mini的真情告白 幾個小品寒可以換大品寒200個 幾個小品寒可以換大品寒200個 我覺得我每次跳mini console的心境心情都不太一樣耶 就是每次跳玩的感受或是在跳的時候 都不同感覺 應該跟每個時期的心境不太一樣 呵呵呵 所以就會有不同的感受 我覺得大家應該每次來看也會有不同的感受吧 因為每個時期的心境不一樣嗎 謝謝鋼鐵韓粉的心動炒顆粒 büy bot armpit 重貨還有這麼多嗎 每次心態都不太一樣 哪有一個大品寒可以換幾個小品寒 一個大品寒可以換500個小品寒 大品寒等我 我等你喔 謝謝鋼鐵韓粉的荺光棒 科目 超高速!8倍速! 我覺得每次表演完都會有不同的成長 然後下一次又會有更不一樣的感受 謝謝Alpha的LOVE 謝謝Alpha 七龍珠七寒珠 謝謝富瑋的LOVE 謝謝鋼鐵合法的螢光棒 那我要出場 不要看這個影片了 好丟臉喔 好了 強森你好 柏惟你好 超甲 從日和老啟得更成長的平衡 真可讓 mej 會好好在這幾年當偶像的時候 好好努力成為一個閃閃高亮的偶像 我每次聽完偶像的歌就會覺得 哇 我好想繼續當偶像 就是聽完可能不管韓國啊 KTOP或是日本追跑 每次聽完偶像的歌就覺得好閃亮哦 謝謝阿華的真情告白 上班看到高雄長去的時候有點想難過 我也是華華耶 沒關係 華華可以來參加4月13號的 Unipea Power Mini Console 你有看到了嗎 4月13號 等你哦 等你哦 那務必這幾年還不能繼續當你的粉絲呢 大家要好好把握當粉絲的這段時間 過了這幾年可能就品寒不當偶像了 你們就沒有辦法再當品寒的粉絲哦 所以我們要好好享受這幾年 剛好禮拜一可以參加 太棒了 華華 剛好握手會隔天見滅月 謝謝高鐵寒粉的一用口罩 那天剛好蘿蔔用模式 真的很短耶 就是幾年幾年一下都過了不久 我猜應該再過十年品寒才不當偶像吧 我現在幾歲啊 二十歲 再過十年 三十歲 不行 一起到八十歲 八十歲還在當偶像嗎 會變成品寒老婆婆 我現在要來表演心情編度 大余心情編度的你 這樣是嗎 想當初品寒是五歲 楊姐要怎麼提早說在業了 謝謝阿華的掌聲鼓勵 楊姐要離開我了嗎 楊姐要離開我了嗎 不 不 謝謝康念的掌聲鼓勵 先帥起來放 八十歲的品寒 可以不是可以用那個APP 變成老的嗎 先縮起來放 先縮起來放 嚇死我了 不要嚇我好不好 怕怕呢 怕怕呢 謝謝金佑的真情告白 謝謝莎莎的Kiss竹竹 想想最近官方還有什麼消息 要跟大家說 迷你抗手 小吊式 四重出來大家要去吃喔 我在想還有什麼沒有安力到 生血針啦 跟大家聊聊生血針 那個三月春天生血針 我明天應該會放 放照片在IG吧 應該是明天如果沒有很忙的話 如果時間搭得上的話 我應該會發一篇生血針 你還有看過海獸子怎麼沒有耶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這次 碎花洋裝是穿什麼顏色 我覺得這次的妝很唯美嗎 我不知道我看了我這次的自拍照 我覺得妝好像跟平常我不太一樣 另一種美的感覺 我覺得妝看起來不太一樣 我覺得妝看起來不太一樣 另一種感覺 我都蠻美的 我覺得品寒特別適合 品寒就是我 對我本人 我覺得特別適合那種 氣質系列的衣服 氣質系 唯美系 氛圍吧 所以生血買起來 感覺會很漂亮 自己說 謝謝阿華跟我LOVE 品寒會打排球嗎 會唷 我國中是排球班 班上代表出去比賽的 不是附黑性嗎 也是啦 附黑性 是附黑性 他們在猜歌 這什麼歌啊 真的皮卡丘甲排球 這什麼歌啊 無法想像皮卡丘甲 可是我不會殺球 我只會 發球跟接球 還有拖球嗎 那叫拖球嗎 拖球 我太會殺球 因為太矮了 我國中的時候 超喜歡打排球的耶 可是現在不怎麼打了 國中是最常打排球的時候 對吧 但他應該也是國中最常接觸排球吧 太空人吊飾怎麼了 我的太空人吊飾就是那個按鍵 讓他發亮的那個按鍵不見了 就是我某天在拍照的時候就發現他不見 但是排球都會打在這邊會瘀青耶 我以前這邊都瘀青打排球的時候 發球都沒發過去 我很喜歡那種排球落在手上的那個 啪啪啪的聲音 真的很舒服聽起來 所以很喜歡打排球 謝謝阿華的心動巧克力 我要去買餅乾了 棒棒吃起來 我來 願意被品寒殺球雜臉也太痛了吧 楊姐 因為我的國中是就是很注重排球的嘛 有排球校隊的國中 所以我們學校就是蠻重視排球 也會有排球比賽 固定有排球比賽什麼 我記得我說過吧 就是我國中的時候會 在我們學校會打排球女生是很吸引人的 所以我就很努力學習排球 就是以前在我們國中會打排球的女生 就是會很多人喜歡的那種 就是人氣 人氣王 所以我國中的時候蠻喜歡打排球的 就是可愛的女生 就是漂亮 那時候是覺得漂亮 就是打排球的女生都很漂亮很可愛這樣 所以很吸引大家目光 所以我那時候超喜歡打排球 是很吸引的 是很吸引人的 很吸引 我很吸引人的 是很吸引的 是很吸引的 絕對 絕對 沒有 國中不太會脫球 因為有很吸引的 很吸引 好 所以我記得我們以前 國中排球比賽是分男生組 跟女生組 所以女生組在跟別班 我們班女生在打跟別班嘛 然後女生組在打的時候 就是兩班的男生都會在旁邊看 然後就覺得要好好打 我要成為場上最可愛的那一個 從國中就有被 想要被注目的慾望 就是那個各班的男生都會在旁邊加油 就會覺得在場上 有在場上的女生就是都是很可愛這樣 所以我就會很努力練習排球 我就是為了希望可以代表班上去比賽 現在已經是舞台上亮眼的存在了 願意做起平函的球爬 聖母可以看平函打盤球 請收拾 你乾聖是不是在心中開了品函劇場 沒錯 就想要和你旁邊那個人都在看我 的感覺 現在變成很耀眼的一顆星 原來都是為了耍帥 是為了吸引別人的目光啦 才這麼認真打排球的 謝謝桃桃送我LOVE 而且我記得那時候各班派出的代表都是 就是在班上蠻受歡迎的女生 或是在同一屆是比較有名跟受歡迎的女生 所以都還很想要代表班上去比排球 謝謝阿華的新知冠 平安出場可以買票入場嗎?可以的 我想一下我在國中是什麼樣的角色定位 我在國中是屬於那種 就是算是班上比較受注目的女生嗎 但是不是講話特別大聲的 就是在主要群但是安安靜靜乖乖的那種 老師也喜歡的那種 但是又在受注目的那一群裡面 天啊真的很國中 你們要懂嗎?就是 老師也喜歡的那種 但是又是在受注目那一群的裡面 但是不是講話特別出頭的那個 謝謝阿華的祭典金魚 然後在同一屆裡也算是大家還認識的女生 國中還好耶 算是大家知道的女生 但不是講話特別大聲的 好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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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1 算是比較受歡迎 但是不是講話大聲的 平安是球隊黃盤 不是耶我是打的沒有很好 就是發球會過接球接得到這樣 這樣就可以代表班上參加比賽 其實主要是發球過 因為別班有些很爛就是發球不會過 所以你發球過就贏一半了 其實 我上次不是說拿國中畢業照給你們看嗎 就是我有一張很滿意的照片 就是我那時候素顏但是很漂亮 斜瀏海長頭髮 我覺得那時候超美的耶 就是素顏長這樣算是斑花吧 可以算是斑花吧 我下次給你們看嗎 我忘記 上次說要給你們看 可是這樣你們就知道我的制服了耶 因為那是秘履的時候 穿著學校運動服去秘履拍的照片 先去買了好的里昂 里昂掰掰 自己講 我覺得那張真的很美 我超級滿意那張的 超喜歡 畢業了 斑花 自己講 我記得我國中那時候完全沒有化妝 超級國中的那種 我記得是國二的時候去秘履 因為我們國三要考試嘛 所以學校就在國二讓我們去秘履 求看好了 下次給你們看 希望我記得 拼圖火梯葉和滄桑 把制服部分擋掉 水手服那件嗎 還是那是高中的 水手服是國中的 我的高中就是現在的武裝 武裝是 只有白色襯衫 沒有什麼制服 就只有白色襯衫 剛剛耳朵跑出來 明知可愛 哪裡啊 這裡嗎 這裡嗎 很像小精靈耶 這樣子 很像小精靈 同學 同學是不是要先貼 最後我要把同學馬賽克起來 而且我還記得我們國中必測是我做的 我那時候做到要死 就是晚上那邊趕工趕不出來 老實我畫不出來啦這樣 然後剪剪貼貼 是我做的 我跟好幾個同學一起做 謝謝阿華的掌聲鼓勵 那平衡版面沒有 我們是有平均分配的 但是有啦 我們就是幾個比較好同學 有照片放比較大張 沒有啦 這剛好照片都比較大張 謝謝小藍送我走 雙鼓勵 我以前國中生都被叫公主耶 就是別班 我那時候我記得我是四班 然後六班 有個男生就是蠻欣賞我 然後 他是那種戴眼睛熟生的 就是不太敢講話那種 比較安靜的 然後他們幫男生每次經過我們四班 就是因為男車要經過四班 就是我的班上 然後他們班男生 他們班算是男生比較有名的那種班級 對男生比較有名的班級 然後經過我們班都會說 平寒公主 這樣 然後我就很尷尬 天啊好青春喔 國中往事 我說被叫平寒公主喔 超級丟臉 明天情人節啊 先祝大家情人節快樂 暗爽在行李也是啦 謝謝命送我真情告白 下次握手會要被叫 我現在去跟別人講這故事大家都會笑我耶 就好丟臉喔 平寒公主 迷之可愛耳朵 她的耳朵好小喔 超小的 可以當公主也不錯 平寒 聽到平寒公主後小就想要打開了 這有點打開 好青春喔 那時候會全體大韓平寒公主 她們那時候真的是一群男生 大概五六個然後一起走去廁所這樣 那時候五六個人直接在走廊上大韓平寒公主耶 然後全部人都在看我 超尷尬 因為我們那時候學校是 就是三年節是在最底下 然後是一排教室 然後中間是長的中庭 怎麼說啊 好難解釋喔 就是 教室有分國中部高中部 然後國中部在這一棟 高中部在下面這一棟 然後中間隔了一個中庭長行的那種 我們早上升旗都會在那邊 然後就是 大家會經過那邊這樣 而且我很喜歡我國中制服 這水送服我超喜歡 我原本以為我送給學妹 沒想到後來我在家裡找到一套 還好我沒有給別人 四個青春的回憶 我以前超喜歡穿制服的時光 覺得很可愛 謝謝鋼鐵和粉的醫用口罩 感覺就是屁孩會做的事 欸 國中制服都會簽名嗎 會 欸我記得我國中 好像是運動服簽名 然後 那個 這邊好像要喊uncle對不對 先跳過 然後啦 我們國中好像是簽運動服 制服太美了捨不得錢 想看品寒穿水手服 國中成績很好 國中成績蠻好的耶 國中成績算前面的 品寒國中必測是不是簽到手了 還好啦 還行還行 握手會其中一套服裝 可以啊 大家期待握手會會穿什麼服裝吧 其實還 目前是想到四套啦 但是呢 因為那是冬天 就是之前原本不是二月多握手會 我買了冬天的衣服 然後不知道四月穿會不會太熱 不管 再熱也要穿 我都買了 謝謝 這個還行 透露了很多 六套其中一套決定 沒有 我從頭到尾沒有答應大家六套好不好 我們不要亂講 我從頭到尾只有答應大家四套拿來的六套啊 大家一直摸坑給我 但我要帶很多衣服 現在還穿得下博中衣服嗎 當然穿得下啊 我沒有什麼變 肯定穿得下 謝謝博中腳號的 看行李喲 各種照啊 六套 主要讓大家走完一直挖坑 謝謝阿法的心動巧克力 謝謝烏卡的心動巧克力 我剛剛說烏卡嗎 烏卡烏卡 謝謝烏卡 平安就算到四十歲也是娃娃臉啊 但我覺得我二十歲後 臉有變比較大人一點 比起以前 我之前有 舊的手機有國中的照片 國中畢業的時候 跟同學拍照片 可是都不見了你知道嗎 我一直想找回那個照片都不見了 我以為我有存在 可能什麼 就是之前Facebook帳號 舊的帳號的相簿 但是找不到 而且我那個帳號也不見了 然後我就 找不回我國中畢業的時候 跟同學的合照 超難過的 我覺得我那時候超美的 我那時候穿制服 然後素顏 斜流好 我覺得那時候很好看 都不見了 我猜平安 國中也是靜靜的 氣質類 就是國中男生會喜歡的型 沒錯 你說對了 我太激動了 我指到螢幕了 對不起 沒有 其實平安是這麼調皮的 沒錯 你說對了 氣質型 絕對不是會 那個用到手機架的那一種 這麼興奮 我剛剛距離沒有算好 可惡 就這樣戳到螢幕 我剛剛又驚恐表情了 剛剛是EY 剛剛是EY Esset的 是Esset的嗎 世故 國中就很強世故嗎 國中還好耶 國中蠻開心的啊 除了國三在考高中那段時間很痛苦之外 是性感絕對不會用到手機架的類型 我記得國中在考國三那個時期超痛苦 因為算是班上功課比較好的 比較聽話的 所以老師都會想特別幫你加強 我記得我國中自己一個人 因為我那時候數學不太好 就是我國一的時候數學很爛 然後那時候數學老師很兇 因為國中跟小學數學是 我覺得程度落差很大 你們記得嗎 就是一下變得太難了 所以我國一的時候數學超爛 國一那種數學都考50幾分 就是沒考好這樣 就是國一數學都沒學好 但是 國二國三遇到數學老師是比較溫柔的 也不是說一年級不好 一年級的老師也很好 只是比較兇一點 然後 我記得我國一的時候寫數學回家 考證還寫到哭耶 然後生氣 還把考證死成兩半 然後再默默貼回去 我國中寫數學考證 國一的時候我把考證死成兩半 然後再默默貼回去 方誠場忘記了耶 反正就是國一數學很爛 然後國二國三老師就是想把我把 國一的數學補起來這樣 就是因為我那時候算是數 數理比較爛 理化跟數學比較爛 比起其他 然後老師就會 數學老師就會 在我國三的時候 好像某一天可能星期晚還是什麼 就是只有我一個人要留下來 去老師的班上 一個人跟他一對一上課這樣 就是我去寫評量 然後不會的 他直接教我這樣 我國三那時候超級痛苦的 然後國三也是有英文課後輔導 因為國中英文老師超兇 那種爆鬆那種他上課 他心情不好上課竟然會這樣拍桌子會嚇一跳那種 而且考不好要不能坐椅子上課 要乏蹲上課這樣 反正很兇的老師都對 但是人很好就是 希望我們成績好這樣子的老師 但是很兇大家會怕的那種 然後他也是開了個課後輔導 然後我每次都要去跟大家一起上一盲課 超痛苦 而且我在他就是認定算是 英文蠻不錯的 所以我有時候錯了一些題目 你知道他就說 你為什麼錯這個題目 我都會嚇死 爆料大分 我都會嚇死 因為就是 他認定我英文還不錯這樣 然後我每次不會 我覺得壓力很大 老師不要這樣子 我不會好嗎 就還要去上他的課後英文課 博珊時候是最痛所受 這老師期待很高 這老師期待很高 晚安博汉 我來很懷念 聰明嗎不要緊 在想法嗎那表強呢 在思考自己要怎麼解啊 在思考情緒 這不是你應該會的嗎 不要偷學 漏耳朵很可愛 我也覺得很可愛 有點像精靈 我就開始漏耳朵了 這個都要露兩邊 比較像小精靈 環環你好 謝謝楊公公的心動巧克力 國中理化也是我的深淵 我也是要留下來補理化課 而且我那時候算是國中上也是害羞女生 然後就是要跟別班資優生 就是別班老師覺得比較功課好的 就是下課後會課後輔導 集合一起上可能理化 就是某個特定科目 然後就是要跟別班的一起上 然後老師就會抽考問題 然後每次被抽到我就很害怕 因為都是我不熟的別班的人 然後我還要大聲講話 我就覺得很害羞 我就覺得很痛苦 那段時間 謝謝楊公公的心動巧克力 謝謝阿伯的看好你喔 看好孩妳有這段時間 好清晨 而且我們學校是有高中部的 所以就是 我有時候都會晃到高中部去 就覺得 好像自己很可愛一樣 就是那時候超屁的 國山很痛苦 我那時候超屁 我都會跟同學一起故意走到高中部 就是老實說 沒事不要去高中部 那邊很痛苦 很多臭男生這樣 然後我們再故意走過去 覺得好像自己很可愛一樣 你還長的是功課好的臉嗎 我以前是啦 小學博中是 現在不是 就是賈介要找老師的名義 然後走過去高中部 那時候時候開始心機很重 高中部會不會以為是小朋友走私 因為那時候就是 學校是有制服的 然後 國中生穿 我們國中部穿制服 是不用配皮鞋的 就是配球鞋這樣 然後 高中部他們穿制服的時候 是要配黑色皮鞋 然後我就會 只要他們穿制服的時候很帥 就會 跟同學一起假 記得找老師的名義 走過去高中部 去那邊的教室換個兩下 謝謝鋼鐵寒粉的醫用口罩 學霸 露安你好 小野莊你好 謝謝楊潔的三島公園櫻花祭典 但我發現學長學姐都不會理我們 可能覺得我們小孩子 假裝在學生裡面 因為高中部也很多學姐很漂亮 所以我們根本比不過他們 生氣 可惡 我們那時候還太屁了 太可愛不敢 謝謝霞華送我一萬個讚 謝謝霞華送我一萬個讚 謝謝霞華的尊情告白意 好想打翻體喔 老師 不敢打傷 我不是說小學都會 故意去倒垃圾嗎 就是小學打法廁所都會 故意倒垃圾經過操場 然後我國中是都會故意自願搬上到廚餘 因為就是廚餘要提到那個 到廚餘的地方也是要經過操場 就是會經過很多人的地方 所以我都會自願去到廚餘 謝謝楊潔的真情告白 就在我們國中到廚餘是要經過教室 然後走上去到操場這樣 經過警衛室到操場那邊 經過排球場 對,就是為了看誰的掌揭 就是會自己去到 而且我國中的時候遇過就是 我廚餘很重 然後可能我看起來很小 就是有人過來幫我提廚餘欸 就這樣心情好像 就是有人過來幫我提廚餘說 要不要幫你到這樣 就是看起來很重要不要幫你提 然後就說好的謝謝喔 然後他就幫我提了廚餘 然後就跟他一起走過去到廚餘的地方 跟他謝謝這樣 我今天要有人幫我提廚餘我超開心的 廚餘超重的啊 而且很好心 我想要洗那個桶 好青春啊 好青春啊 也好青春啊 好青春啊 酒蛋也好 誰不可以幫平函提廚 呵呵 首位是超重的 尤其我們班 都不吃飯的 但我以前吃不完東西 會有人說要不要 就是...就是不是以前是打飯菜的嗎 我國中是打飯菜嗎?還是一盒一盒啊?我忘記上一下 我國中好像是打... 我想起來了,國中是那個啦 就是有固定的便當盒嗎? 入學的時候有一個大家都一樣的樣式的便當盒 然後去學校的時候要有一個籃子 大家把便當盒打開放在那籃子 然後兩個直升台去廚房 他就幫我們裝好一盒一盒 然後中午再去拆回來這樣 所以每個人份量都是一樣的 然後就會有人說要不要幫我吃 因為我每次都吃不完 我就會把我不想吃或是吃不完的給別人 給我們搬一個很會吃的男生 我們搬...我們又有國中部 報名到主 我們搬一盒一盒 突然想起手丸 現在可以幫別人吃午餐 那個男生必須吃... 有好多個他們都很會吃 長得比較大隻 很高很壯 然後就會幫忙女生吃便當 因為我們搬女生食量都很小 應該說不喜歡吃學校的便當 很喜歡吃有的沒有的 但是不喜歡吃便當 我現在都沒有在跟國中同學聯絡 就會有點難過 想找回他們的聯絡方式 好久沒約了喔 三四年有了欸 起碼三年沒有見面了 所以好像可以約了一下見面 傻眼 好像可以見面一下欸 太過手捐序號過去 謝謝欣盈的喝牛奶 怎麼這樣聊一聊時間就過好快喔 今天要9點半了欸 天啊 我怎麼國中都快失聯了 就好像可以跟國中同學聯絡一下 好之後看有空的時候聯絡一下他們的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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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握手券給國中同學 我同學現在也都大二了欸 其實 大學二年級了欸 好快喔 大家都是大人了呢 對喔 國中同學也都是大學二年級的人了 都是大人了 真的可以聯絡一下 好找機會 我記得我應該還有幾個同學LINE 然後再從他們的去找到其他同學好了 今天直播差不多要結束了喔 那我來念一下排名吧 reset公演也放完了欸 我可以再重播一下reset這首歌嗎 再重放一下 我來念個排名喔 重播一下reset 重播一下reset 第十名命 第九名烏嘎 第八金佑 第七海懷 第六副維 第五心營 第四正人 第三楊潔 第二阿華第一 Boring Boring阿華楊潔可以指定一下動作 然後抽個 第六號 六號 又是六號 六號是副維 好多會想副維 Boring阿華楊潔副維可以指定 結果我的LINE就想了 原來是我 原來我跟品牌是同學 這麼剛好啊大劍 那個指真的不重做 好啦我下次重做一下 因為好懶得動他喔 可以指定動作唷 籤筒還是沒更新 對我沒有更新籤筒 我懶嘛 我懶得更新 好 只有怎麼有點噁名啊 好了打個哈欠就好 這個命抽到指釘 看來要剋多一點 謝謝阿華的掌聲鼓勵 好喜歡reset這首歌 以後要跳到了 可以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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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可 情 噢明是因為我們想你 我想你 謝謝二人的藍色一門棒 哈囉 李夭你好 謝謝二人 我要學習他們Wink好厲害哦 這樣有嗎 好害羞 好害羞 這首歌不好跳耶 但好帥哦 謝謝空夜的心動巧克力 謝謝Afro No Love 太空人按鈕怎麼掉 好問題 謝謝雙眼的藍色一門棒 暴提 大家可以擠定哦 周三來不及回 sorry 沒關係 最後提醒一下大家 周五可以購入我們的MiniConcel的票 大家記得要來看4月13號 UNI Build Forward的MiniConcel哦 這次也會帶給大家不同的驚喜 然後小品函教室已經可以在官網買到了唷 大家趕快把小品函帶回家 還有三月生血針 最近好豐富哦 活動跟商品 三月的花花生血針 碎花洋裝 記得要把品函帶回去 太空人還可以按吧 不知道也沒有事 大劍掰掰 對 那好像在拍卡迪娜那個時候 對不對 已經入手小品函 指定精靈公主嗎 好啊 那你要我講什麼話嗎 大家好 是小精靈品函 就這樣 大家好 是小精靈品函 可是我耳朵不會動 怎麼動耳朵 我不會啊 小精靈品函 謝謝阿倫的新之罐 楊潔妮還有指定什麼 罐嗎 希望買得到票 希望可以 想指 明天白色情人節一起過 沒問題 小品函跟其他周邊躺在一起 什麼意思 謝謝阿倫的新之罐 讓我來為你施魔法好喔 楊潔 我是品函 精靈公主 讓我來為你施點魔法 謝謝楊潔的指定可以嗎 然後還有誰 Boring是吧 Boring說 好 Boring 希望 明天的白色情人節 可以跟你一起過 好嗎 太近了 現在雨下好大喔 天一馬Boring 天一馬Boring 哈哈的是什麼意思啊 小品函跟其他周邊躺在一起 可以去演魔戒了 精靈 謝謝金幼的love 可是我沒有帶小品函過來耶 怎麼辦 我的小品函掉是在隔壁 還是我拿個優美扇啦 喔你那次不是指定 那阿華指定啥 阿華今天有指定嗎 你不是第三還是第一名 阿華今天沒有指定啊 有啊你第二名阿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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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誰附我也是吧 好還在想 好還在想 給你想 品函你要想他 當兵承受沒幾次喔 我會想你的阿華 品函永遠與你同在 加油很快就過去了當兵 你要繼續宣傳品函叫喔 傳播一 傳播一波 傳播品函叫兩萬波好嗎 整個營區都要變成品函真心正的小智門 靠你了阿華 品函粉絲快速擴張就是靠你了阿華 就看這一次喔 看你這一次入伍了 呵呵 四個月我覺得可以阿 四個月每天在你的 從同梯那邊摩陰纏腦 一直跟他灌輸這個品函叫的力量 四個月我覺得可以 很足夠 還有誰阿華還沒指定是吧 要下波了掰掰 等身寫真繼續發 阿華等你 謝謝大家今天看直播喔 記得要去買四重脆喔 還有小品函跟身寫真 還有中午搶票 等等士官長變品函著 最後再來指定掰掰 今天來個告白吧好喔 阿華 陪你入伍前來跟你告白一下 阿華 我的針為什麼按掉了 他怎麼斷頭了 在我要告白的那一剎那 他就這樣往後等 阿華 我好像已經 喜歡上你了 這個周日要去採早午餐那點的人 師傅我吃起來 楊潔好吃 大家一起去吃巴西美國碗熟底炒菇 我講的話雨速會太快嗎 不急 不好了大家不要亂講不要 可以嗎 今天13號進去 哈囉小白你好 小白怎麼在我要結束了才來呢 小白你好晚安 對了再安利一下握手會 大家記得要來品行握手會唷 阿華我要下播了 欸不是小白 謝謝阿華送我了 小白再見晚安 謝謝小白的我來簽到 小白 你好 他下播喔 大家記得要來 4月13的mini console YUNI不要發我 中午去搶票喔 小白有看到那個嗎 mini console 掰掰又加晚安 謝謝你摸 今天看我的播 有看到嗎 期待跟你們玩下次見面喔 掰掰 晚安 好謝謝裝洗澡 明天要好早起喔 掰掰 掰掰 掰掰